云端共修的学员 大家好 今天是农历大年初二 也是我们新的一个循环 那么从今天开始呢 全球的云端共修 分成两个班级 这个班级是精进班 在这一个半小时里面呢 我们用比较快速的方式来诵经 送了三卷 一口气送了三卷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进入了 加工用行的精进 那这个精进呢 是因为希望能够把我们 对于华严经的内容 可以更熟练 而且发心更坚定 那在这个修行当中呢 我们就是不断不断的练习 到最后会达到一个无碍的境界 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华严两百问 这两百问呢 也是把过去从实性 实住 实行 实回向 乃至于到实地等觉 庙诀 这一路的修行 来做一个会诊 那会诊成两百个问题 依据这两百个问题 我们再把自己的修为 再重新回顾 乃至于再重新 再把这个基础打得更扎实 所以现在呢 到了这个菩萨摩赫萨的无碍用里面呢 又谈到了 修行要到十种无碍用的境界 这个无碍呢 就是心里面没有挂碍 没有障碍 那从外在的没有障碍 其实我们知道 真正的障碍是从自己的心的障碍 所以这里对应的是真如回向 我们要发心做一个广大的回向 就像我们平常呢 在诵经 诵经的时候啊 做很多的功德 或者是修很多的善法 最后会做一个回向 《还原经》里面教我们的回向 是要回向 四生九有八难三土 那我们一般呢 就想不到这么多 我们只想到人类 想到人类里面 我们的亲人 认识的朋友 甚至于呢 我们最着急 最在意的三等亲以内 如果发生了什么病苦 危难 我们都会希望第一个 就要先回向给他 希望他可以超越他的困境 那这个其实呢 虽然是比较狭隘的心 可是他其实已经掌握了 这个回向的意思 就是我们希望能够突破某一些困难 某一些障碍 那先从这个小小的发心开始练习 然后到最后呢 我们还可以连胎生卵生 师生化生的四生 九有就是三界九地 那乃至于呢 到八难 这个没有机会听闻 或者是对佛法无法信授的 这种八种难缘 三图就是地狱恶鬼畜生 这个恐怖可怜的恶道境界 那都能够得到佛法的利乐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突破了 我们对于不同种类的众生的障碍了 所以先从这样子的学习 开始来练习我们信仰的广大 当我们的信仰可以广大到无碍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 你就会发现 哇原来这个世界是一体的 是没有障碍 没有彼此的 可是我们凡夫的习气呢 就是总是觉得 哎呀我先顾好自己 或者是我先 先这个回向给认识的人 那这是其实 这是我们自己以为啊 自己的能力很有限 所以你只能呢 照顾到你有限的对象 那到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会发现 我们一路这样子行来 你的心量就会越来越扩大 然后对自己呢 越来越有信心 那这个也就是我们现在呢 学习华严经 希望达到的目标 但是如果我们的智慧 这不够坚定 那表示呢 我们的熏修不够 因此我们开设了这个班 这个班呢 一天就是可以 至少在一个半小时内 我们送念的三卷 这个三卷经呢 就是对很快速的 很专注的在这个经文当中 直接来送念 那还跟着大众一起送念 随着师父的进度 我们这一套的录音 是进录音室 而且以定数的方式来录制 所以呢这个错误率啊 是相对来讲比较低 然后这个杂音呢 杂讯呢都没有 所以呢 这是其实这个算是 地球上的创举 因为呢 这耗费的人力物力 是非常可观的 那我们为了这个呢 还建了一个录音室 就是台币啊 已经一百万了 那我们现在呢 就希望可以来 利乐更多的人 这不是盈利为目的 是希望呢 推广佛法 让这个世界啊 可以到处都有因缘 可以听闻 这个如来之妙法 那同样的呢 我们有了这样子的 工具之后啊 也希望大家可以 不力推广啊 那推广啊 你只要把这个连结啊 广为发布 那总是会 国度有缘人 那这个呢 也是牵涉到 我们今天所要谈的 第二个无碍用 叫做国土无碍用 这国土啊 指的是什么 就是地点 我们现在住的环境 住的 居住的一个岔土 所以呢 我们在佛寺 或者是我们在道场呢 我们不讲 这是我家 这是师父的家 这是佛的家 我们用岔这个字 那这个岔呢 指的是道场 指的是寺庙 那对于佛来讲呢 他的寺庙 其实不是我们现在看的 哦 佛光山 法谷山 中台山 不是这样子 或者是 这个 灵影寺 什么寺 我们听得到 听得懂的 那个寺叫做叉 对佛来讲 他的画土 他的 度画的范围呢 不管我们去 哪一个寺 你有没有发现 供奉的 都是一样的佛祖 你就知道呢 哦 如果呢 这是佛的 这个连锁企业的话呢 他就是 每一间都是他的 为什么 因为在娑婆世界的 每一间寺庙呢 都是 本师释迦摩尼佛 所以表示呢 他的这个度画的范围 就是 这一个区块 那这个区块是什么 叫做娑婆世界 娑婆世界 就这个范围 都是佛陀的画土 所以佛刹呢 广义来讲 就是指佛陀 度画的范围 这个国土 好 那 佛陀的这个范围呢 虽然 这个叫做 娑婆世界 可是事实上 佛陀分身千百亿 他不只是在这个世界 他还可以呢 到他方世界 那到他方世界 他可能名称不同 他不见得叫做 释迦摩尼佛 他可以叫其他的佛 所以呢 这个叫讲什么 讲我们在发心的时候啊 其实没有我像 然后如果有我像呢 我们就想要在每一个地方 都贴上 譬如说我叫做 事件灰 那每一个世界呢 都是我的世界 我就要称霸这个世界 你就贴上 这是我的标签 那我的标签呢 你就 其他的佛 想要来做客啊 我们就有一种 威胁感 我们就会觉得 你是不是想要来取代我 所以叫 一山不容 二佛 那这个其实是我们自己狭隘的观念 对佛来讲呢 不管你是什么身份 你是什么角色 其实都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度众生的方便 那是长什么样子呢 只要达到目的啊 都没有关系 这个就是佛陀的无碍之用 所以一切差做一差 就是一切呢 所有十方三世的 所有的差土呢 其实都是啊 跟你一样 就是全家都是我家 为什么 因为呢 这个没有分你我 没有我像 就是如此 所以呢 最有名的呢 就是我们的佛陀的师父 佛陀的师父是谁 佛陀的老师呢 是文殊师利菩萨 文殊师利菩萨呢 他是过去的 欺佛之师 他是佛的老师 那既然是佛的老师 一定比佛还要厉害呀 那所以呢 他其实是佛来的 但是呢 他来到了苏果世界 他不能用这种众生 更喜欢比较的方式呢 这样子到最后会有一种争论 所以呢 他来苏果世界 他就化身成学生的样子 那对他来讲 他不是降级呀 因为呢 他知道啊 在这个地方啊 众生是很有分别性的 如果一听到啊 比佛还要厉害的老师来的 恐怕呢 我们对原来的这个佛陀 他会产生一种 失去信心的一个 这种状态 所以呢 我们要到一切差 做一差 要能够呢 到哪里都是平等的法界 那最重要的 就是我们的这种分别心 要能够放下 所以等到我们有一天呢 分别心放下了之后啊 文书菩萨就是释迦摩尼佛 释迦摩尼佛就是文书菩萨 这时候我们才会知道 什么叫做一及一切 一切及一 所以呢 这是刚刚开始 我们没有办法达到无碍 就会有你有我所谓的山头主义 我是什么山的 我就不可以去那个山 他是那个山的 这个我们就来PK 看谁做得比较好 那这时其实是因为 我们有一种竞争的 人我对立的心态 你才会有这样子 此消彼长 你大我小的这种分别心 其实来讲 这个就是很幼稚 为什么 因为呢 你把你自己的心给做小了 那如果我们能够学习到 佛陀的一个无碍啊 乃至于谁所住处很安乐 你在这个世界 在那个世界 其实没有差别 那没有差别的时候呢 你的心量是广大的 所以呢 我们今天呢 先提到这个无碍 那怎么样能够达到无碍 永远我们在看到 所有的佛 可以到各个世界 去做客 可以去那个地方参加法会 我们总是呢 只有负责谢幕而已 那事实上呢 在华严经里面 他有教到我们 要怎么可以达到这个境界 第一 第一我们要精进用功入三妹 第二 怎样可以让这个三妹的作用 可以最广大呢 我们就要修习回向的功德 那回向就是发达愿 让我们的心 可以真正的突破自己原有的限制 不要小看自己的潜力 所以呢 这是我们今天呢 新的循环 开始 新的班 我们希望呢 大家一起来互相鼓励 精进用功 还没有跟上这个团队的呢 他五步以上 就可以 对华严经有一定的熟练度 他就可以来加入这个班 来试试看 那我们看到呢 有很多新面孔 那这个新面孔呢 可能他想要来试试看 或者是他本来呢 是自己在自修 那现在呢 要加入这个共修 我们很欢迎 我们也很欢喜 有这么多的全球的菩萨 在这个地方送念 那我们如果能够遍布 这一个佛刹 到处都有人在送华严经 到处都是华严菩萨 那我们苏博世界呢 就变成华葬世界了 所以希望呢 大众一起努力 朝这个方向来前进 请您的开示 致此功德圆满 阿弥陀佛